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很久沒有跟大家錄影了 那今天 今天這個活動就是 沉默洞穴相信 大家都已經有在這個官網上面看到相關的資訊了 那基本上沉默洞穴他就是在黑妖推出之前的一個 有指標性的一個活動 就是因為他裡面他這個是黑妖的故鄉 沉默洞穴的故事裡面他是黑妖的故鄉 所以推出這個的意義就是黑妖即將要出現了 即將要開放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沉默洞穴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他這個沉默洞穴他從特殊副本 從副本這邊副本然後特殊副本裡面就可以找到 他進入的等級是55級以上就可以進入 那全區的話他是屬於一般的 地區 就跟就是跟一般在野外打怪的地方是一樣的設定 然後 地圖裡面也可以瞬移 那但是不能記錄坐標 的位置 那在沉默洞穴裡面呢他全部都是一些黑妖 黑暗妖精的一些 NPC 然後呢你可以在裡面打到這些東西 住五住房 紅五紅房這個打王才會掉 好那一般打怪的話小怪的話就是掉這些 黑暗妖精 士兵的徽章 將軍的徽章 還有 這個變身 這三種硬幣這個是最常打到的 然後再來這些呢力量手套力量長靴還有 這幾個 紅色的道具 這個都是 每天晚上 八九十點的這個 巴蘭卡 頭目 他會掉落的 然後在打這些怪物的所有怪物啊都有機會掉落 輪提斯的藍光耳環 或是史耐普的英雄戒指箱 這兩個箱子掉落機率非常的低 可能就跟拋棄之地的 風印藍布差不多 應該是差不多是那個機率都 不容易掉 那你進去有打有機會 那我們就直接飛進來 傳送費用是一次一萬塊那 每天可以進來兩個小時 那 小編呢已經 已經有進來過了 我已經耗了一個多小時 但有些時間要留給晚上 屍王用 所以 就不要花太多的 時間 在 打 暫時 我們到時候再提前進來再打 那 這邊的怪物啊 其實他很簡單 普攻就行了 基本上不需要魔法 當然如果你是法師的話 可能還是要用魔法強 魔法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這裡的怪物啊 他全部都是 是懼怕火屬性的 所以你妖精的話 就帶有火屬性的這個弓 小編是拿火屬性的試驗 那如果你是法師的話你可以拿 拿這個 你拿一張張敲也可以啦 拿那個 那個什麼 會放烈人樹的那個 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用 烈人樹去炸他也是可以 這個都是OK的 那 基本上在這邊打怪啊 他 怪打你 即使他放魔法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他 其實不大痛 有時候你自己補一下 這些都是回的回來的 這些都回的回來 非常輕鬆 我剛才前一個小時我準備了160多罐水進來 到現在 還有154罐 其實很輕鬆啦 打這些怪物非常的簡單 那他55級就可以進來了 你可以看一下每一隻打完的這個經驗值啊 大概都是在3萬4左右 遊戲好像有3萬7 沒看過的話 將軍可能會多一點 誰是將軍 我們看一下 將軍也是3萬4而已 那 基本上你在裡面打到最多的 你可以看一下 都是這個 製作硬幣 三種製作硬幣 很好打 非常好打 那有時候會打到這個 這個 徽章 有時候會打到徽章 那我從剛剛打了一個多小時下來 我總共打到了 那個硬幣我就不算了 然後這個是徽章 60個一般的 士兵徽章 然後兩個 將軍徽章 這個將軍徽章 士兵徽章 點下去其實就是換成金幣的意思 因為他在這裡面打怪是不會掉金幣的 可是經驗值非常多 我覺得這邊 這邊比拋棄之地 還更容易讓新手 練功 那當然你要當這個充等的地方也是OK的 那這邊的話 武器講了嘛 那裝備我覺得 基本裝就OK了 簡單來說 這裡就是一個充等的好地方 好那每天晚上的 八九十 點三個時段 然後會 在某個地方出現這個 頭目 巴蘭卡 那 會掉落的東西就剛才我們 有在畫面上呈現出來給大家看的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按 就是在復刻 然後按這個問號 這邊就是 他會掉落的東西 封印的 然後力量手套力量堂靴 還有下面這些 防武卷 這樣子 所以他會掉落的東西 那再次強調因為這裡是 一般區域 所以到時候可能會有這個 玩家或是雪盟 會在這個地圖上 包王搶怪 那大家就自己也要多小心多留意了 那就 祝大家 打到這個好保囉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喜歡的話也幫小便按個訂閱喔